好,我们现在把剩下的缺口把它接完 首先是在这个位置直接做IsTrueH 续番子不放叫滑鼠右键IsTrueH 在IsTrue之后,切换用switch 切换它的模式,就是它的主标准模式 调一下位置 那我们在这边呢 想要把这边的一些固线修改 就是要花点时间,所以我还是先把它接下来 这边先用InsertH 这边呢,Ctrl按一下,这边再把它拉出来一些 拉出来一些以后呢,这边再用Apple to Polygon Tool 去接这一块 OK OK 好,再来就是我们要 这边要再继续接起来 Apple to Polygon Tool 这里接这里 先接吧 再InsertH Look Tool 这边再切一下,切到移动工具 稍微拉一下,稍微往前一些 稍微拉一下,稍微往前一些 好,再Enter Polygon Tool 接起来 Enter 嗯 快速键Y,这边再接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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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这边是用Apple to Polygon Tool 先这样接 Enter InsertH Loop Tool 切割 切到移动工具 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选到Vertex 做Merge 所以这个不是Mesh Tool 这应该是 Merge to Center Merge to Center OK OK 那再来就是 呃 这个Polygon呢,我现在希望它是 哦 哦 好,就也许就真的是这样下来好了 没关系,我们到时候都还是可以再调整它的布线 呃 所以我们就 好 InsertH Loop Tool 这边第一个先切一刀 这边切一刀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布线,但是我们就先这样结合 先切到移动工具 稍微移动 使用Apple to Polygon Tool 然后再去结合 再去结合 这边呢,从这边切到这里 Enter InsertH Loop Tool 然后打开 然后再按右键选点 Function 然后再Merge to Center Function Merge to center Object Mode 这边呢,再使用我们的Mesh Tool,用Sculpting Tool去做RELAX,先做一点RELAX 那这个笔刷呢,B按着不放加,花束左肩按着不放拖拉,我们先做一点RELAX 不要动到外边了,不要动到外边 B按着不放,加花束左肩按着不放,这边先调一下 这边现在呢,使用Smooth Brush,做点Smooth RELAX,这边一样是RELAX 在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这里 这里还是有那个还没有接下来的地方 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个点往这个方向稍微再移动一些 这个点呢,再往这个方向再做移动一些 就布线来讲,它似乎并不是那么好 那... 这边稍微观察之后 可以发现,我现在呢,比如说这条线我应该也许把它删除好了 所以快速点两下,选到这一条线 因为这条线好像似乎有点多余 这边呢,使用DeleteH,Shift按着不放,加花束右键 DeleteH,删除 好,所以整条线都删除了 那删除之后呢,我们现在再看,就是 也许我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其实也不错 我其实主要是要弄一个四边形 去接,四边形,四边形 这边也要一个四边形 所以呢,我现在用InsertH,Shift按着这个位置 切在这个位置 切在这个位置之后呢,用移动工具稍微移动一下 但这个线呢,我要往后移动 有没有移动,就大概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做一个整理 我现在把这个Vertex稍微再拉到 这个位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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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来呢,就是 这个点,这个Vertex稍微移动一下 没关系 对,我们这边呢,使用Apple to Polygon Tool 所以我去接这里跟这里 Enter 快速键Y,这里跟这里 Enter 快速键Y,这里跟这里 接起来 OK,所以呢,现在就 一边的模型是 目前处理完了,但是呢,这个模型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 你可以看到,从这边看就是有问题 而且这边呢,现在我们把网核给关掉 Show Grid 关掉 这边呢,现在要做一个Mesh的Mirror 所以呢,你要看到这边有个Mirror 在CutJunge 这边设定的,OK 用预设枝 你可以看得到,这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边呢,在Mirror完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Merge Threshold 我的素质太高了,0.1 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0.1大概就可以 让中间的点全部都密合 它主要是,那个点的间距是多少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概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问题 那在 往下做之前呢,第一个要先做的是 先把这个球体呢 Object Mode 按右键Object Mode 这个Gamature呢,你必须要看它的 坐标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呢,你做一个复制 直接复制 复制完以后呢,它的坐标 直接设成 复的,然后再Enter 它就是刚好到另外一边 接着呢,我们开始要去雕塑这个头 这边呢,先把History删掉 Delete all by Type History 这边呢,先Implement a Step 这边再使用我们的Mesh Sculpting Tool 第一个先用Smooth 这个Sculpting Tool B按怎么放 因为头的边缘明显就太尖了 所以呢,我们先Sculpting 那Sculpting的时候呢 因为我要对称 所以呢,Smooth 这边会有一个 就是对称的功能才对 Stamp,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对称 OK,Symmetry 这边是Object X OK,我们来试试看 OK,可以 OK,可以 好,再来呢,是它的头部呢 也必须要往前凸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呢,用Sculpting Tool 如果B按着不放 它小一点 它数字太大了,所以Ctrl Z回来 Scouting Tool里面呢,它的 小方块打开来以后呢 它有一个Strength 降到E 再试试看 好像还可以 B按着不放,缩小 再把这个数字再降一下 0.3 0.3 再来呢,这个笔梁的位置完全不对 这边要使用Grab Tool B按着不放,挑大一点 再把这个笔梁中央的地方 调整一下 OK,Grab 调整一下 0.5 0.3 0.4 0.3 0.4 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形象使用 Smooth的强度我們把它降一下,降到25好了 我們再使用RELAX RELAX這個時候可以調大一點,因為已經中間連在一起就沒有關係了 當原來中間沒有連在一起的時候,中間的那個點的位置會整個跑掉 就是不在直線上,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其實都不太敢畫中間 這個時候就沒有問題了 OK,一按著不放 Sculpting 好,續翻子不放,其實就是Smooth 我們再RELAX一下好了 我這邊使用Grab Tool,再把下巴拉得清楚一點 OK OK 這個時候模型在選取的狀態下我們按3 可以preview一下它目前的效果 把Warframe on Shade關掉 問題其實還是蠻多的喔 那這裡有些地方必須要做Smooth 所以在雕的時候用Smooth筆刷可能要 然後 網格要關掉,對 然後這個地方呢,一按著不放 調皮刷大小,這個地方再Smooth一下 Smooth一下 這邊使用Sculpt Tool,再把眼皮這個地方加厚一點 加厚一點,因為這邊都已經陷進去 OK 好,再Smooth一下旁邊 這個位置 好,也許再Smooth一下好了 好,這邊呢做一點Pinch Pinch是弄尖銳的意思喔 這個很追求,是歐美人的追求 才剛做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好好 OK OK 所以經過一番Sculpt 它目前的形狀看起來 稍微可以了 但這個地方還是要再Grab一下 這地方也要做一點Grab 再來是要加厚 OK OK,我們先 就做到這個地方 這邊呢就Edit,Delete Or By Type History 然後再Increment Step 然後再Increment Step